小友不弃今后便可叫我一声胡叔叔 胡叔叔其实当日在岳父门前 我就想称一声胡叔叔的了 还请受我一拜 此者为大 此者为大 这一礼就当是提前参拜一下了 愿是者安息 此子当真是如此可叫也啊 这小子上道得很 既不要脸 懂进退 知道顺势而为 就是墙头草吗 谁给好处 就跟谁好 闲之无虚多礼哈哈 没想到今日老夫大喜的日子 却还能得贤侄这一声叔叔 真可谓是双喜临门 双喜临门啊 对了贤侄 你虽是与兰玉家的闺女有了婚约 看贤侄这年岁也不小了 这光是有婚约 哪能算是过日子啊 这男人嘛 总要有点事情消遣时间的不是 叔叔我最近正好收了一批西域舞鸡 贤侄若是喜欢 不如带回家去 无聊时也可打发 打发时间啊 这可是叔叔的一点小小心意 你可不能拒绝哈 这胡叔既然都如此说了 那我这个小辈 理应是恭敬不如从命的 只是我那小庭院 终究是陛下所赐的 这引武鸡入门 怕是有些不妥呀 所以胡叔的美意 我也就只能心领了 万分抱歉 辜负了胡叔一番好意了 哎 这怎么能怪你呢 这是叔叔 没考虑周到才是 这样好了 我在西城正巧有一处闲置的庭院 闲置也一并拿去就是 正好可来个金屋藏娇 人生岂不美哉 可可 胡叔 这怎么好意思啊 哎 咱叔侄俩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这金屋藏娇虽是美哉 但胡叔也知道的 我就一个九品主步 奉路一年到头下来 估计胡叔 这藏娇啊 金屋什么的 也就梦里想想就好了 贪得无厌 这小子贪得无厌啊 贤侄啊 你放心 叔叔必然给你安排妥当了 呃 胡叔 您这是 哈哈 你放心好了 胡叔这次啊 必然是考虑周全的 那啥 我还是有些不太明白 没事 你之后就会明白了 对了 你那阅长 哦 你说我兰叔啊 哈哈 我兰叔为人豪爽 对我更是 事如己出 我说话 我兰叔都很愿意采纳的 最近这段时间 我给我兰叔 说了些事儿之后 我兰叔那是多次 被陛下夸赞啊 对了 胡叔 我兰叔是有什么不妥吗 没有没有 我就是觉得 你阅长为朝廷征战多年 这身子骨难免 会落下一些毛病 你平日里 可得多劝劝他 生活不要太过节俭 要多注重身体才是 对对对 胡叔说的是啊 就是 哎 兰叔这家也大了 不节俭也不行啊 凤路就这么点儿 哈哈 无妨无妨 这些事情啊 你这个当女婿的 到时候多担待点儿 就是了 嘿嘿 这下子就等着开盲盒了 也不知道 这胡为庸出手如何 别到时候 话说的贼大 丢地上连个响儿 都听不到的话 那可就尴尬了 你没事吧 刚跑哪儿去了 眨个眼睛的功夫 你人就没了 我都快找胡为庸 那憋孙要人去了 放心吧岳父 今天该做的都差不多完成了 网洒出去了 就看能有多少收获了 蓝将军 楚义先生 这些是我们家老爷 为二位准备的一些薄理 还望二位莫要贤器 地器 房器都在这里面了 而其他的部分 都在后院安顿好的 二位老爷若是无事 我就先告退了 好家伙 这出手未免也阔绰的 有些过分了吧 哎 刚才那家伙说 其余的东西都在后院 可可 后院的应该不是 什么值钱的东西了 就没啥查看的必要了 那个什么 蓝说啊 我们先分一下脏吧 嗯 楚义啊 咱们就这么光明正大的 真的没有问题吗 蓝叔放心 你不要想多了 我说分仓是 让你清点一下之后 把你的一部分 直接送去给太子的 呃 我的一份送去给太子 那岂不是说 你还得留一部分 楚义啊 要不咱还是算了吧 这钱虽然看着 让人难免心动 但是这毕竟是不义之财 希希 蓝叔 你是将军 必要的时候 你是有机会 手握兵权 统领大军的 将这些钱 若是就这么收下的话 那你就是 贪污受贿 将来成为一个 不稳定的因素 所以 我让你把你的一份 送去给太子 并且该说的不该说的 都直接告诉他 这些钱 虽然咱们看得挺多 但实际上 放到太子的国库 之中的话 压根没多大的用处 只能说是 聊胜于无 那你想想 有人送钱了 你都反手拿去 给了太子 那太子 能不感动啊 其他人 送给你的钱财 你若是收下 那叫贪污受贿 但若是太子赏赐 给你的财物 你收下了 那就叫论功行赏 所以啊 你收下就是了 而且之后 胡为庸派人送的东西 都别客气 该收就收 当然了 他让你做的事情嘛 若是无伤大雅 直接向太子汇报 然后请求指示 若是事不能为了 那就直接不搭理他 或者直接回绝调 然后和太子汇报去 咱这叫卧底 这可是正义之举 卧槽 居然还有这么一个说法 贤虚啊 我算是看出来了 为什么太子殿下 和皇后娘娘都说 让我多听你的话了 你这真就是 满肚子都是坏水啊 呃 蓝叔 你这话我可以理解为 你在夸我吗 那当然了 嘿嘿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我就听你的 白捡的钱 咱不要白不要 虽然咱说起来 也不缺这点钱 不过嘛 拿了这些钱之后 咱全都拿去 建州彭施州去 到时候 打着太子的名号去 把这些钱都花出去 咱自己一个字都碰 卧槽 自己这个老丈人 居然还能想到这些 不对啊贤虚 你让我的一份 送去给太子 那你 我当然是光明正大的收下呀 这些钱 正好我以后用来建造学校 或者是自己做实验用 我就不去走程序了 麻烦 贪污这可是重罪 要是让陛下知道了 八皮拆骨都算是轻的 蓝叔 你别忘了 你是将军 而我只是一个九品的主部 别人重金贿赂你 那是因为你能守握掌兵之权 而贿赂我能干嘛啊 让我写文案的时候 字写好看一点儿 何况贿赂我的人 还是当朝宰相 这话说出去 会有人相信吗 我光明正大的拿钱 子不要脸的赖账 他能奈我何 阿正 陈女区 简直就是个极品啊